马上开箱的是宏基S3 plus plus就屏大一点是16英寸 R5的11306H四核八线程 这种CPU其实不用跑都知道是什么表现 16线内存 5压入固态 高色域屏 配置上没有硬伤 而且价格特别便宜 3999 有人说买不到这个买不到那个 而且这个涨那个涨 那他没涨 而且容易买得到 让我开箱他 我是觉得3999价格在这 你摆正自己的需求 我不要严苛的去要求他了 再者开箱便宜的机器且不溢价的机器 我觉得是在做好事 那对于这种机器呢 我也会相对的稍稍宽容一点 要跟大家拜托一下 在公众号点名机器的时候啊 在公众号里面翻一下 我一般会跟大家讲我到了哪些机器 或者买了哪些机器 你们看过以后 这些机器呢 就不要再点名了 点名以后我还再去回复你 公众号所有的回复就是我一个人 工作量其实很大很大 这个机器的点名率很高 我说买了还在点名 我说已经到了 还在催我开箱 你催我做和我自己愿意做 是两种感受 那我晚上开箱 开箱前呢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是YZZDN这六个字母 我们会经常开车一些笔记本和DIY台式机 DIY台式机呢 从1000多块钱到1万多块钱不同的方案都有 大家有自己的方案呢 也可以联系我们的网店客服 包装箱 原封的封口 侧面产品的各种信息 里面还有一层 机器要见人了 其实样子还可以 A面千灰色是和小新L15一样的颜色 地壳不确定材质 可以隐约看到两个风扇里面 机身右侧一个USB-A 这耳机耳麦口锁孔 机身背后什么都没有一个缝隙 应该是从缝隙里面出风的 机器左侧这应该是雷电口电源吧 HDMI 这是USB-A 有两个A口一个C口 看能不能单手开合 应该算可以 这是屏开合的角度 屏还是比较大的 底部大概一纸 机身的刚性一般有点偏软 出风口在机器右侧 左边应该是堵死的 这是电源 键盘的手感很正常的轻拨本 有数字小键盘 有一个回车键 小小的指纹 触摸板 触摸板有点浑浊 没有段落感 电视背器65瓦小圆口 这个其实好屏 因为不占C口 320克 机身1670克 其实还好 毕竟16寸 屏有一点下沉 顶托起了机身 不插电没法开机 插电开机也会是白色的背光 这点是好评 还是绿色的红机 小娜 让我来帮你 这个小娜的嗓子比昨天的微星幻影好1024倍 这是红机的壁纸 百度好123 还有这种电脑管家都有 BIOS是7月19号来更新一下 从1.05更新到1.06 Fn加F可以设置它的性能模式 i5的11300H是4核8线存 8昭的3G缓存 内存居然是42666的双通道 5线网卡是英特尔的WiFi 6X201 硬盘是三星不知道具体型号等我看一下 这是锐具的核显81U 这是CPU Z的跑分 PL12是35瓦和64瓦 平时其美式6寸的高色语屏1920×1080 硬盘有点刷新三观 是三星的PM9A1 这是PCIe 4.0的 内存速度非常高 63.6G每秒 延迟也还好88.2那秒 老版本的鲁达是356000分的总分 减去一构分 应该是在25万多分 4核8线存的CPU跑了10万分 算蛮高了 59000分是核显也还可以了 25是931分 很久没见这么低的分数了吧 但是它是4核8线存 就应该这个分数 注意跑分的时候是35 这个表现挺好了 23的多核是5884分 比红米的Pro14的同样的CPU高13.5% 机器革命F1和CPU是一样的 那高了6% 小型Pro14也是同样的CPU 但是高了11.6% 红米Pro15是6核12线存的CPU 比这个机器高59.6% 华硕的5APro14是5800H 8核16线存 高了90.7% 23多核是和核心数是正相关的 但这个CPU和同样的CPU比也是略差一点 23的单核是1423分 这个跑分也很好了 同样CPU的红米Pro14 比这个机器差了6.5% 连续跑30了25% 最大值991 最小值910 差值是81 第二轮就降到了927 硬盘8074分很高 这个价位段给你一个4.0的硬盘 有点差异 这个数据不对 两次测试都报错 又跑了一遍 这回更差了 果然这个核心跑分很好 高了23.1% 右边两个都是MX450的独显分别高了35.3%和56.5% 格式工厂剪视频刚开始46瓦 很棒了 4.01G 341秒完成 比它慢的是红米Pro14 比这个机器慢了20.8% 机器革命F1同样的CPU快了6.2% 前面几个你们自己看了 基本上和核心数相关 8核16线程的华硕无微Pro14 快了99.4% 等于是快了一倍 PR导出视频 仅限软件就完全看CPU的性能 跑了两次 63.3986秒 柱状图我就不念了 你们自己看一下 最快的还是5800H是华硕Pro14 快了30% 游戏本普遍是30几秒 要快的一倍 用英特尔的核显再来加速一次 看看多少秒 肉眼可见的快 非常快 15秒 5269 锐句核显加速太厉害 比那些N卡那些RTX都强很多 类似于像我这样的网络视频 不要求画质用核显加速以后 能带来4倍的速度的提升是极大极大的 刺客信条最低的画质 平均23帧帧数不算好 比机械革命的F1要好一点点 同样CPU的小型Pro14的话是高了21.7% 两个MX450的机器分别高了104.3%和139.1% 古典最低的画质平均29帧已经快赶上MX450的小型L14plus了 烤机开始的一瞬间50瓦 现在47.4瓦 这是一个4核的CPU 有点像一个小游戏本的味道了 单烤了7分钟 现在CPU是3.4G 35瓦 84度 开始双烤核显可以达到1.3G 66度 环境温度25.7度 人的位置30分倍等于是没有声音了 就是正常的背景噪音了 机身上43.5分倍 拆下板上60瓦 双烤CPU2.22G 67度 显卡是1.3G 65度 单烤显卡还是1.3G 63度 英特尤核显这种双烤就明显流畅很多 AMD已经就卡的要死了 养生器的效果 这块16寸的大屏看一下B站的首页是这样子的 摄像头和麦克风的效果 CQ写热度速度很好 英雄联盟最高的画质1920×1080 现在刚刚开始在220帧左右 CPU61度 38%的占用 4.0G的频率 核显可以跑到1.3G 64度 发生战斗以后177帧 CPU65度 32的占用 我不停的放大招的话 现在显卡是1.3G 60度 感受和帧数都不错 快进了10分钟 现在人特别多 70帧左右 绝地求生的服务器在维护 绝地求生不行就坦个世界 画质设置是中1920×1080 现在帧数在70几帧 左手的腕头温度很高 现在帧数在70帧左右 更多我们看CPU和核显的频率 一个是4.0G 一个1.3G都很好 只要像这样的表现 帧数高低也就这么为是了 何况现在还能780帧 这个帧数是可以玩了 操作感受也没问题 各种跟手 现在80几帧 CPU68度 显卡67度 我作为一个小车打了T34-3 156的伤害 它还了我350数 游戏的过程中没有那种核显特有的粘质感 那种很负面的感受 全程都是很流畅的感觉 很好 还是再重复一下 它C面是它是金属的照吧 万拖去 我们看一下温度 35.4度 不舒服 绝地求生还是不行 我事后录一个PR的视频 先看一下屏幕亮度 339 301 278 299 331 295 303 304 314 比微星的幻影15好 地壳式金属这点很好 但是对应的硬盘的位置是一个塑料片 这个有点尴尬 电池54.5瓦时 这边是空着的 没有用起来 这边是主硬盘的位置 是三星的PM9AL 硬盘的没有做任何散热 这个下面是内存 这个是无线网卡 两条热管L型 这边是出风口一个大的 两个风扇 有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给它换硅脂 换更好的 但是不会有明显的效果的 这些内部没什么可折腾空间 这个L型两条热管 再加上它这个散热鳍片 已经是很不错了 又是两个风扇 稍稍给它改进一丁点 把这个散热片和风扇的缝隙用初三胶布给贴了 硬盘上也贴了导热贴 莱尔德的也不差了 其实这个产品已经做的挺好了 但在细节上 这种厂家还是不走心 也不值钱 就贴个导热贴 刚才是83度 现在77度 速度也完全不一样了 现在平均读是5.3G 写入是1.2G 刚才是2G 现在5.3G 相差一倍都不止 刚才跑的是200G 现在跑的是190G 不是作弊 确实磁盘空间不大了 绝地求生更新完毕 设置是1920×1080最低的画质 核显肯定不会太理想的 而且转身会有那种拖曳感和卡顿感 对天空现在140几帧 160几帧 我还是跟你们说 现在CPU的频率和核显的频率不垮它就已经很好了 跳展过程中50几帧 60帧 很负面的感受 还是着手的万托 现在只有30几帧了 落地的一瞬间40帧 想要三极制可能不要想了 现在跑步的帧数在40帧左右 我来把分辨率改成1366×768 估计帧数会稍微好一点 现在40几帧 但是画面就会差很多 现在40几帧 会有明显的颗粒感了 如果你不介意画质 分辨率也是可以玩 会有偶尔的卡顿 应该是载住画面导致的 我又改成了三极制 还是1366×768 现在帧数在51帧 53帧 现在在50帧左右 CPU在3.9G 核显在1.3G 非常确定是可以玩的 只是画面的感受不会太好 画面的感受不是你操作的感受 它会有卡顿感 但是是那种正常的载入画面的卡顿感 并不是显卡或者CPU导致的那种卡顿感 我又改成了1280×720的三极制 现在帧数在30几帧 再重复一下 最大的负面感受是左手的万托 很不舒服 这个游戏叫做APEX最低的画质 感觉不能玩 卡顿的要死 帧数的够高 现在70几帧 但卡顿的要死怎么回事 现在正在跑 卡顿了 30几帧 转身都不能转 CPU的频率和和弦的频率都还好 为什么卡顿成这样子 这个游戏我完全不了解 不知道是不是设置的问题 1366×768再试试看 10几帧 110几帧 120几帧 帧数够高 卡顿感有没有了 好像没有了 帧数很好 而且彻底的丝斑顺滑了 整个操作感受也很跟手 那就说跟分辨率有关 而且刚才有动作的话也是掉针 现在有动作的话还好 电源适配器把掉了 再跑个分 2211分 刚才是2344分等于没降 Fn加F放在最低的性能模式上 现在是显示4小时42分钟待机 你们让我看能实际待机多久 没时间哪有时间 我说厌烦红机不是烦他的轻薄本 有像传奇X不是蛮好吗 我是厌烦的他那堆渣渣游戏本 什么暗影骑士 琴 龙 什么的 这个机器你挑他的话就是你自己的问题 3999你还想怎么样呢 整个过程中我更多的是看他有没有重大的缺陷 如果没有的话就是一个好机器 结合价格看 结果是什么呢 没有重大的缺点 而是处处有闪光点 比如说4.0的硬盘 对吧 P314.0 又是三星 又是PM9A1 金属的机身4266内存 性能也不垮他 一定说缺点的话可以说两个C面的温度高 就万拖的温度高 这个是引起不适感的可以 另外一个缺点是他16寸的屏 结果是1920×1080 那这个分辨率会有颗粒感 应该上到2560×1440 但是我不觉得是问题 因为他价格在这 3999你还要怎么样 综合而言是一个物超所值的好机器 应该更贵一点都可以 你如果做短视频 四合发现层里嫌差 用锐聚的核显加速一下 感受也还不错 机器的外观也很适合正常的办公的环境 带着挑毛病的心 却捡一个好机器 就像开头讲的 开箱一个便宜的又好的机器 我觉得是在做好事 也是让我心情愉快的 他的那些破烂游戏本实在不想碰了 你们也不要点名了 包括那个什么战俘 最后开箱机的折价不折价了 送一个罗基的G304的无线鼠标 不介意被我使用过有定的手痕计 可以在淘宝的首页搜中正评测 可以找到我们进店以后搜回选 可以找到这个机器 上架的时间不是你看到视频的时间 具体看一下我们的公众号 是YZZZDN这6个字母 也可以搜中文的中正电脑 有什么想让我开箱的机器 也可以在公众号的最新一篇文章后面留言给我 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开车的各种DIY主机